報導方面我們來關心社會的問題 三號早上也就是今天一早的七點多 在屏東已經封牆宇宙的情況之下 偏偏又有意外發生 你看醫護人員他們其實非常緊急 趕快把患者推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在冒煙 屏東縣的東港安泰醫院 發生了火警 院方緊急將病患 還有民眾一共一百七十六人 必須疏散到空地 可是大家知道 這醫院裡頭有火警 醫院外又刮牆風 這實在讓人很為難 所以現場一片兵荒馬亂 消防隊員趕到現場 也忙著不水線灌救 火勢熄滅之後逐層搜索 發現到有六位患者 他們失去了生命跡象 還有一位男員工 現在是失聯的 醫護人員推著病患急忙 請大家讓路狀況十分緊急 另一位病患捂著口鼻 不停咳嗽 被家屬用輪椅推出來 後方還跟著一位消防員 醫院走廊被擠得水洩不通 家屬也搞不清楚狀況 只能矯急等待 另一邊醫院外也擠滿了人 警方不斷指揮民眾往外移動 醫護人員忙著幫病患 涼血鴨雀人狀況 場面十分混亂 原來是醫院傳出火警 從遠處就能看到屏東東港 安泰醫院窗戶 竄出濃煙還冒出一團火球 消防人員在外也忙著布水線灌救 屏東東港安泰醫院早上七點 消防局截獲報案 就不了解疑似醫院二樓配電視起火 濃煙竄入樓上病房 現場疏散上百位醫護 傳出在滅火後 消防救出一百七十六人 其中六人歐卡 原來後續在調查當中 那目前知道的歐卡的六位 都是我們的病患 醫院外停滿救護車 準備協助部分重症病人轉院 醫護總動員就是要在緊急狀況下 讓病患得到最好的安置 華誌新聞王志軒 邱建勳張德昇 李彩珍屏東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中文字幕視頻 中文字幕提供 掌握最新節目 !